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司法拉与私人保镖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迎接返程的朝圣团旅客时 突然遭其丈夫朝他的方向开了二枪 一枪击中身边的保镖 另一枪则落空 凶徒行凶后马上逃走 全国刑事罪案调查部总监拿督斯里苏海里随后证实 开枪嫌犯是女侍主的38岁丈夫哈菲祖 警方在案发后全面展开追击行动 是要将嫌犯逮捕归案 这起枪击案发生后 网络随即流传嫌犯是职业枪手 现场更是有同党接应等传言 为雪州总警长拿督胡申 今日严正否认上述谣言 并强调涉案嫌犯只有女宗教司法拉的丈夫哈菲祖艺人 胡申今日出席吉隆坡国际机场景区主任 移交职权一事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警方已向法拉确认枪手的身份 正是枪手 是其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丈夫 警方同时也调阅了机场秘露电视录像 证实枪手是38岁的哈菲祖 这名被警方列为危险人物的嫌犯 经过24小时后 已在吉兰丹州各打巴鲁被警方逮捕 全国总警长丹斯里拉莎鲁丁证实 枪手哈菲祖是在今日落网 他说 全国警察刑事罪案调查总监 拿督斯里苏海里将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详情 至于遭枪伤的保镖 莫哈莫诺哈迪伤势是如何 根据伤者的同事莫哈莫阿凡透露 莫哈莫诺哈迪昨日进行手术后 目前仍在昏迷中 院方将视乎他接下来48小时内的状况 决定是否要为其进行第二次手术 我们的同事也在医院准备给予协助 不过只有伤者家属可以进入病房 所以我们也是透过妻子了解伤者的情况 逃过一劫的宗教司法拉 今日也在脸书天文说 希望各界能为莫哈莫诺哈迪祈祷及集气 盼莫哈莫诺哈迪早日苏醒 渡过难关 来关心今日的封面头条 随着不少有关搜证题材的影视剧走红 法医这个行业开始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也让不少学子对此科系感兴趣 在我国投身这一行有十多年的法医尘燃质 这么多年来剖验过超过一千句的遗体 他坦言 想要成为一名法医其实并不简单 而他也认为 对他个人而言 女性当法医相比男性来说更为合适 他认为 女性天生就比男性更细心和细腻 一般上观察力也比男性好 法医需观察入微 试者遗体上的每个伤口都不容错过 这或许是可判断死因的关键线索 所以这一方面 女性是占据了先天的优势 陈燃质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法医 目前在雪州双西茅诺医院法医部任职副主任 他服务的对象 是躺在太平间PO验台上一句句冷冰冰的尸体 性格豁达的他 因此常自嘲地说 他是一个死人医生 陈燃质的工作每天基本上就是游走在锋利的刀刃和各种检测仪器之间 从一句句不会说话的尸体上遗留下的伤痕 抽丝剥茧解开死亡的密码还原真相 这十多年来 他已经替超过一千名的死者 找出他们死因或真相 陈燃质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访问时说 尸体不会说谎 遗留在身上的伤痕或痕迹 就是他的话语 而法医就是从这些伤痕中找寻出死亡的真相 之所以才有尸体会说话这一句话 逝者的话语就是留在他身上的那些伤痕 这些伤痕需要法医去检验 判断和发觉 陈燃质说 法医需运用本身拥有知识 除了用眼看 更需要用脑去检查和分析 这些伤痕是如何造成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法医的这门专业 请追看光明日报的新闻报道 换个焦点 卫生部前部长凯里起苏巫统最高理事拿督洛曼 在冠病疫苗接种课题的言论构成诽谤案 双方今天在高庭达治和解 凯里的律师阿都拉西告诉法官 双方达成共识的条件包括 罗曼同意删除七个韩视频 图片和图说的贴文 并将在其脸书和优管账户 以国文和英文为其不当言论公开道歉 他说 答辩人及罗曼 也答应删除韩诽谤意味的声明 以及不会重新发布或分享该声明 并同意支付一笔赔偿金 与我的当事人凯里 高庭原定于今天起一连三天 临审这起诽谤诉讼 另一边乡 洛曼的律师 罗根伊斯甘德受访时说 道歉声明会在30天内刊登 而其当事人洛曼 为出席今天的审讯 林茂区前国会议员凯里 以个人名义起诉洛曼 指控后者于2022年1月6日 通过两个视频和上传照片 到脸书专业诽谤他 以及同年1月10日 在其脸书专业和优管两场直播 发表含诽谤意味声明 凯里指控 答辩人指他谎称 以接种疫苗和加强针 伪造接种讯息欺骗大众 这影向其声誉和诚信 降低民众对他个人 及专业能力的信任和信心 以及贬低他在社会的声誉 这节新闻给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